佩芬姐怎么看 听说李佳芬这两天也告了你 其实我觉得刚刚大家讲的都是 其实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你知道我只有一个原则 你当初如果提的不是这个人 提个正常人的话 根本没有这些问题 以去年11月24号 国民党那个胜的程度 你知道吗 提一个正常人的话 不要说躺着选 轻轻松松就可以解决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为什么他可以胜选 当然他肇事个人的魅力 还有他的那种选举的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 民众真的讨厌民进党是最大党 但是那个讨厌民进党是最大党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这样翻过来 你知道因为 现在讨厌国瑜党大于讨厌民进党 那当然讨厌共产党也很高 对 那讨厌韩国瑜 讨厌韩国瑜紧述共产党 对 所以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你说蔡英文到今天为止 他有没有问题 当然还是有问题 因为事实上这些日子来 坦白说他也没做什么不得了的改变 他昨天讲中华民国台湾 对 而且讲了很多次 而且还有飞机带着国旗 在过去是没有 这样可以吃到潜蓝票 对 然后他过去只有说这个国家 然后没有国旗 昨天还在飞机上挂着两面国旗这样飞 所以这个真的会 表面上至少他改了 但是他这个做法就是趁胜追击 那事实上国民党的基本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你刚刚那个母鸡小鸡一起垮 我刚刚某一看好像一起烤 变烤鸡啊 对对对 就一起烤 大鸡小鸡一起烤 这样某一看好像是那样一个字 那事实上也是你说 吴敦义今天为了就立法委员的选情 然后陪着他去走 韩国瑜的声势已经在掉 那吴敦义自己的民调从来没有搞过 那如果说两个这样的人搭起来去跑 有什么助力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不是不是 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一 就一加一等于什么 根本就是个问号 所以你说吴敦义今天的形象 加上韩国瑜的处境 那不是大母鸡小鸡一起烤是什么 所以换句话说 刚刚讲说朱立伦做行政院长 一开始韩国瑜提名的时候 我就问过朱立伦会不会去接行政院长 他们说什么 做行政院长神经病 他要做的是总统 要选的是总统 做行政院长 而且你主权不操之在你 老板不高兴就换掉 因为你是被提名的 所以你在说 今天这些问题 不管什么都是几个F 几个小S 通通没有用 你知道提名提对的候选人 才是最大的关键 重点是现在已经不可能换了嘛 怎么换呢 所以你说现在要救 我是提出 先前换注是最后几天 最后不到90天才换的嘛 100天 100天 10月17号 而且你知道吗 坦白讲现在要换 当然党里面还有一种声音 就是说 这些人不是说要这个 把韩国瑜拉下来换注2.0 他说现在是换年3.0 他说变成2004年 那马英九那时候 没有权利支持年战 然后他你知道 因为金浦冲 他们不是做了一个题目 向左转向右转 废票联盟 因为他们觉得 如果让年战当选 年战跟宋楚瑜 年战做8年 宋楚瑜在8年 那马英九就已经老掉了 16年过去 所以如果年战选不上 陈水扁最多做4年 4年后2008就是马英九 所以他们觉得 现在那个情况 这些人为什么不去 大力帮韩国瑜助选的原因 就是存着这样的想法 就是刚刚讲 吴敦宜持党主席 这个人 总统选不上 市长也被罢免 然后党也没过 那就卡外2024 对就卡2024 因为事实上你知道吗 国民党当初就是因为 卡在中间这样子的话 就是换年3.0 而不是换住2.0 那换住2.0 我觉得最主要失败的原因是 马英九真的是做得太差 民调那时候支持度只有9% 那是不是媒体故意整冤枉 我不知道 但是事实上它没有差到那种程度 但是民调剩十几%大概是没有差 所以那个时候选成那个样子的情况 还记不记得大家还是挂了看板说 票头谁谁谁就等于跳马英九 你知道朱立伦那个时候选 选连任的时候认为说赢20% 开票结果赢2万 你知道吗 他们全家下傻掉 因为真的腿都发软 因为选举没有 从来没有这样的怪先相过 然后选完以后 你记不记得马英九打电话 叫他去选党主席 他电话都不要接 因为他完全失望 你知道完全挫败到这样 那后来那吴敦义为什么这是卡马英九 卡朱立伦卡成这样 你知道马英九是党主席 又是总统 那你如果辞掉党主席 当然是副总统去接 结果他打电话给朱立伦 要朱立伦去选 那朱立伦换住2.0以后 也没有让吴敦义去选 自己跑去选 所以他们两个的心结真的很大 那你今天搞成这样 就是吴敦义自己搞出来的这盘局 所以你说刚刚讲45席 国民党内部也是评估只有45席 所以如果说今天郭台铭不帮忙 没有用 但是小平刚刚讲说 郭台铭会反悔 郭台铭根本不可能再去妥协 我上次在我们节目有讲 他在初选过程中间 是被国民党彻底羞辱 而且那个可能是他人生经验当中 最大的羞辱 对 因为以他白手成家 变成这个台湾首富 你不管现在是不是首富 我们不去管他 被那样羞辱 这是他一辈子最大的仇 怎么可能妥协吗 他如果不择你冤枉 已经不错了 因为中华 他跟国民党和平分手 已经算有风度了 就是他没有变成超级恐怖情人 他是退党和平分手 同步情人是每天捅你两刀 对不对 每天给你丢核弹 那他还是中华民国派 他没有这个烦你 他只是 和平分手都算有度量 而且还被骗钱骗人 真的啦 骗了钱的人还去签名 这个太丢严 算有度量 对 算有度量 对 所以你说 那个波台铭会不会 跑来支持 门都没 没有郭他就选不赢了 对 没有郭选不赢 但是郭事实上 大家在讲说 也不会回去 不会回去 那当然很多人就讲说 民进党有很多人说 郭台铭小心 柯文哲是个骗子 然后没有诚意 你小心被柯文哲骗 被他出卖 但是我也坦白讲 郭台铭没有柯文哲 也没办法选 对 不管他有多少巨男美女 什么国家兵团 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他们两个 必须靠在一起 但是你说 他们两个有短暂的政治结合 对 但是到底可以维持多久 是很难假的 就不知道 就然后分手之后呢 没有炒一个飞文 好像没有行情 对 但是炒一个飞文有行情 这个飞文真的天长地久吗 对 对 所以你就看像宋楚瑜今天 昨天好像 十方世界还跑到 那个台北市政府前面去升旗 你说他去 我如果是宋楚瑜 我不会去 因为你人家两个 已经在那边勾搭在一起 你跑去已经是外面的人 可是他有门票啊 他有门票 他就更不要去 这很厉害的门票 他也要炒一下飞文啊 他也要炒一下飞文啊 他有门票 但是他没有民意 你看他那个 那个亲民党的那个支持度 各位数都不到吧 所以他今年如果再选 根本没有票嘛 他的那130万票 已经倒到韩粉那边去了 所以我觉得 今年的选举真的很诡谓 那佩芬姐姐 你怎么观察 韩国瑜操作的亡国感 跟蔡英文操作的亡国感 其实我想 韩国瑜操作那些 刚刚那个范雲讲 范教授讲的 其实那个不是他自己的概念 那是书起一项的 那个一路走来的那个思想 对脉络 另外就是说 其实蔡英文在当选 不会亡国 但是国民党会亡党 所以是亡党感了 不是亡国感 对 其实是亡党 你比如说他那个 对那个党产的追杀 还有附水组织等等 然后包括军公教那些问题 而且蔡英文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看起来虽然柔弱 可是他蛮凶悍的 很多东西坚持做 尤其是针对政敌 你看他从上任开始 就把国民党难听就讲 国民党人的感觉就是被抄家 就是把你的根全部刨掉 所以他的竞选连任 是从他上任开始 这三年多来 你知道除了这个地方的农余会之类的 加上他最近不是把什么工商团体那些都找到那个总统府 找到官邸去 我看到这两天工商建研会也没有很挺韩国语 对 所以你在想发了900张 变成50张 然后只有38张 然后三张是 后选人 对 所以换句话说 因为我有去过工商建研会 我想小平也去过 他们通常是真的很热 工商建研会很难的啦 很难的只有出席率三成的话 那表示挺韩国语的比率 这个受到很大的影响 难到什么程度 我就讲有其中一个理事长 他有几栋大楼 所以让我们去看 那个顶楼的天花板 这么大的一个党灰 真的喔 真的 就是一个大的党灰 工商建研会的理事长都是大老板 对 就是大老板在家里头的大楼上面挂的是党灰 不是挂 是就雕成那个羊 看在上面 看在上面 他怎么会宣称这是骨灰 等一下 我看一下不是看自己家的企业logo 不是 就是党灰 他还特别说 你要不要进来看 我说我就进去 他说你在抬头 我一看一个大的党灰 就在那个天花板上 不是看上 不是那个挂的 就是硕成的 雕塑成的 雕塑成党灰 对 所以一般企业大老板 了不起是雕塑自己 你看汪汪不是都有那个旺仔娃娃吗 没错 对 可是他叼的是股党党灰 所以换句话说 那个组织是真的非常非常难的 结果那个也没去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他 因为那些人 就是他们做过理事长 如果说去的话 通常会站在台上一排 可是看来站在台上的人不多 后面都是站在候选人 所以那个情况就看起来 不是真的像马英九 那个时候他们挺成那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感觉 就是我最早讲的一句就是说 不希望蔡英文当选 但是更怕韩国瑜当选 我觉得他从头到尾 没有考虑清楚想到这个问题 人家为什么更不希望他当 更怕他当选 一定有原因嘛 就是说我还是强调 很大的核心可能就是郭台铭讲的 他跟旺中走太近 然后走进中联办 那你跟国台办之间是什么关系 而且以他的资历 他没有到总统的那个格局 然后而且又没有正当性嘛 你才刚当选 他的问题就是这样而已 那你说这局搞成这样 谁要负责 当然是吴敦毅 所以你说他带着母鸡满街跑 我跟你讲真的一起烤掉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